通州兵变始末 兵变过程简单 没有什么太多好写的 这是1937年7月29日 在当时纪东防共自治政府首府通州 发生的一起伪军反正事件 通州当时驻扎三支军队 29军的一个营 日军宣导连队和西川特的机关 伪纪东防共自治政府的两个总队 其意的是张庆域 张延田指挥的两个伪军总队 事情的起因很蹊跷 一来是日军26日进攻 29军一个营的时候 这个营顽强抵抗 让伪军很受刺激 日军的轰炸又不中伪军 引发其愤怒 二来当时南京的广播 趁在平津取得大胜 即将日军赶出华北本市宣传 蒋介石讲话要攻打通信 消灭军东北军 北军指挥官两张 本来和29军就有联系 这时岁运量起义 三来宣导连队28日奉命出击南远 留在通州的日军力量薄弱 给了两张起义的机会 结果两张起义 消灭通州日本特务机关 活着烟乳羹 摧毁日军弹药16汽车 部队撤退向北平时 因29军已经撤退可见 双方没有预先联系 被日军包围 遭到惨重损失 残于部队南下 后边入国民政府军 这样一起事件本来影响不大 但起义伪军中一些兵员顺手杀掉了若干当地的日本侨民 仅仅是部分侨民被杀 一半以上的日本侨民没有被杀 而几千起义伪军对500侨民 若真有组织的屠杀 至少不会大半性命 其中还已有强奸等事件发生 故日本称为通州大屠杀 日本又亦至今以通州大屠杀为名 对这一事件大为渲染 甚至公开叫嚣 南京大屠杀列入日本教科书 通州大屠杀也应该列入中国教科书 其实分析一下 这种叫嚣毫无道理 第一 在这次事件中 日人究竟死亡多少呢 日本方面宣称 通州事件中共死亡235人 其中包括西川特务机关 日军汽车队等军人 那么就算军人只有50 剩余死亡侨民也不会超过200 而日本人又承认死亡侨民其中朝鲜人占一半 那么日本人在通州死亡的侨民实际只有几十人而已 若算富如 责人数更少 说来不过一次较大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 而日军在中国造成几十人死亡的屠杀事件 何止迁徙 如果这样规模的事件 日本教科书都要记载 怕日本学生的书包都要装不下吧 第二 日本居留民是否是普通平民 实际上 无论是918事变还是128事变 日本的居留民都是手持武器 和日军共同作战的 918因为日军兵力不足 居留民在其中作用很大 在日本这种照片很多 而且仿佛理直气重 日本方面也承认当时的居留民都有枪支武器 事实上 后来华北伪军 很多都是日本居留民中的预备以军人训练的 既然你手持武器作战 又要求别人把你当作平民对待 不是很滑稽的事情吗? 日本方面至今有很强的声音 为当年的扫荡辩护 趁中国的老乃兴给八路军提供补 不几何情报 所以被杀也是咎由自取 这个时候 日方很容易选择不一样的标准了 第三 除了规模 南京大屠杀与通州事件性质区别何在? 南京大屠杀的施暴者是日本正规军队 属日本政府指挥 奉日本政府命令入侵中国 而通州事件呢? 施暴的并不是中国政府所属的军队 张庆于张燕田所部 恰恰是日军入侵中国过程 中建立并指挥的伪军 既然如此 让中国为此负责不是莫名其妙 就算通州事件中有暴行的存在 是不是正因为好人不肯干伪军 才是伪军中充实了暴徒和流氓 与此相反 中国的正规军在抗战中 并无确认的对日本侨民的暴行 即便是对日本俘虏也保持较好的待遇 这一点在日本的归服都有描述 怎么说呢? 都是中国人 在中国军队中 就有绅士风度 被日本人招收当了伪军 就变成了野兽 要真的把这件事写进教科书 是不是应该整个写法? 日军把我同胞训练成恶徒 以致奸杀日人 不知道这件事上 日本人能怎样抢词夺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